我国疫情这几天来看似有趋缓下降的趋势 不过今天卫生总监诺西山发文告指出 我国新增了957宗确诊 全部案例都是本土感染 这也是国内疫情爆发以来第三高的数字 也让我国的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32,000宗 庆幸的是今天的痊愈人数高达972宗 一样是康复病例超越了新增病例的情况 而今天也没有任何的死亡病例 那在今天的新增病例当中 沙巴占了644宗 当中就有199宗的病例来自山打根 而雪州今天的新增病例也创下了单日新高 一共有225宗 这200多宗病例里头呢 有172宗是源自于各大感染群 其中家营车站感染群Cluster Huntingan最为严重 一口气新增了90宗确诊病例 情况令人担忧 避免 地窗 当中 人 勾 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